abstract 我們看第一個音節 第一個音節落在ab 我們唸成ab 第二個音節 唸成stract 所以這個字 中音節落在第一個音節 我們就唸成abstract 那特別要注意到 中音節是落在第一音節 不要落到第二音節去了 那abstract 這個字 它是一個形容詞 我們中文翻成抽象的 非具體的 那我們看一下英文的解釋 就是not concrete 那concrete這個字 英迪倒是要跟同學做一個補充一下 concrete這個字 當作名詞的時候 叫做混凝土 concrete 要開concrete這個字 concrete這個字 我們中文翻成混凝土 那如果你有聽老一輩的 會說台語的阿公 他們都會說 他們台語都怎麼說 叫做concrete 不知道同學有沒有聽過 同學常常會唱 早期 英迪小時候 記得 阿公常常跟我們講說 你的頭是concrete adama 就是日本話的頭 腦筋頭 那你頭裡面都會有concrete 都塞滿了混凝土 那表示你這個人笨笨的 所以我們知道混凝土是硬的 當它結塊之後 它是非常硬的 所以它是很具體的 它是你可以看得到的 你摸得到的 你用頭去撞 頭會痛的 那個就叫做concrete 那concrete就是混凝土 那混凝土呢concrete這個字 它除了可以當作混凝土之外呢 那名詞它其實還可以當作形容詞 那當作形容詞的詞類呢 就是所謂的有形的 實在的具象的或具體的 所以呢 相對於abstract 它的英文解釋呢 就是not concrete 指的就是抽象的 非具體的 他們看的例句 Generally speaking the word honesty is an abstract concept 好 Generally speaking 很重要的一個片語對不對 我們經常看到就是一般而言 就一般而言 注意哦 這個speak 後面一定要加上ing Generally speaking the word 這個字 哪一個字呢 honesty 誠實 這個字 is an abstract 好 是一個抽象的concept 那concept 這個字的意思呢 是概念 好 所以這個字呢 我們念成abstract 形容詞 抽象的 非具體的